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他是民国最有趣的大师 人生下半场拼的是心态 来看看江湖中流传的这个段子 猜猜是谁的杰作呢 气功大师对我发功 问我有感觉吗 我摇摇头 大师朝我靠近了一点 又发功 问我有没有感觉 我说没有 大师再一次靠近发功 问我这回有感觉了吗 我说有了 我感觉你摸到了我的大腿 其实这不是段子 是真事 这个喜欢把生活过成段子的人 就是著名书画大师 教育家 国学大师 气功 和他各种高大上的身份和头衔 相应成去的 是他那越老越不正经的生活态度 虽然气功是大师中的大师 既通国学又懂鉴定 诗书画堪称三绝 还是个博士生导师 但是气功却特别谦虚 从来不高高在上 甚至他连自己原来的性 爱心觉罗都放弃了 自称性起民工 一方面 气功更欣赏自强自立 不愿意沾祖宗的恩泽 另一方面 年轻时与青贵们打交道的经历 让他不愿意做一个装模作样的贵族 而更愿意做一个 萌萌哒 低姿态的动物 和气功在一起 你很少能听到 他正儿八经的说话 相反 你会听到一串串 和动物有关的俏皮话 如果你当面叫他大师 他会两手做出狮吼状 朝你吼上两声 接着说 我不是大师 我是大狮子 有时他又说自己最多是个圆外郎 意思是说 自己不过是一个闲赞人缘 但他似乎又觉得 自称圆外郎 也有点装模作样 又改口说 圆外郎就是动物园外面的郎 哎呀 郎不能跑出来 应该是圆内郎 气功不仅日常讲话时 三句离不了动物 就连给学生上课 也从不摆架子 而是越发像一只动物 他给学生讲古汉语音韵时 特意学起了驴教 嗯啊 嗯啊 最后再加两个响鼻 一时间学生笑得前仰后合 灵魂出窍 他等学生缓过神来 慢悠悠地说 一是平声 啊是赏声 长思的那声 啊是降调 是去声 这样的响鼻呢 是入声 启功并非是在哗众取宠 而是力争把古奥的内容 讲得深入浅出 他曾经和语言学家王力 专门讨论过驴教和音韵的关系 王力告诉他 另一位语言学家陆志维也曾说过 驴有四声 但不如启功阐述得这么具体 所以启功的课堂堂爆满 连外系都有不少人来蹭课 下了课 学生常常跑到讲台上模仿他的样子 台下的人则哄堂大笑 换了别人 身为讲台上的教师又有贵族身份 听到学生模仿他 大概会觉得受到了冒犯 而他呢 却觉得这是一群可爱的学生 再说了 如果学得像就说明学生听明白了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哪里会有怨言呢 表面来看 启功言必称动物 似乎太不正经 有失为人师者的风范 而且他这种不怕冒犯的态度 似乎过于谦卑了 然而 一个真正内心高贵的人 一定是一个不怕被冒犯的人 苏格拉底说过 谦卑是藏于土中甜美的根 所有崇高的美德 由此发芽滋长 这个世界上 无数人一心追求高贵 给自己披上一层又一层 凛然不可侵犯的铁甲 可是 可能别人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一句无心的话 就能让他撕下优雅高贵的假面 暴露出脆弱空虚的灵魂 而启功却恰恰相反 他的不正经 他的谦卑 本意是不要炫耀 不要有优越感 然而 这发自内心的谦卑 却让他越发显得高贵 越发让人肃然起敬 启功在今天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辅仁大学美术系 做过助教 也曾教过大一先生的国文课 我们前面说到 他讲课特别风趣 他那种没正形的讲课方式 让他的学生对他简直是着了迷 美术系和国文课的学生 以女生居多 于是启功身边 便会不时地响起 银铃般的笑声 与此同时 关于启功和女学生 恋爱的风言风语 也多了起来 有些甚至传到了 启功的夫人张宝琛那里 不过张宝琛对这些传言 总是复之一笑 从来不当回事 诗经上说 意思是说 宽厚平和 说话诙谐 而不借此伤害别人 这才是贵如今处 贵如今夕 杰如归壁的美君子 在启功的心里 不正经是为了自黑 而不是为了讽刺别人 没正形从来都是为了友好幽默 而绝不是为了放浪辽搏 可以诙谐 但绝不可以猥琐 正因为如此 不管传言多么会声会色 启功的夫人都不相信 四十年的相濡以沫 不是几句传言 就能破坏得了的 只可惜 就在启功事业即将起飞之时 宝琛却因病离世 临终前 一向内敛的宝琛和启功 开起了玩笑 我死了以后 一定要找个人照顾你 我一个糟老头子 就你不嫌弃 谁疯了傻了看上我呀 要不我们打打赌 赌就赌 结果宝琛前脚刚走 说没的人后脚 就跨进了启功的家门 甚至有些人 没经过启功同意 直接就带着女方 就跑到启功家里来了 弄得她哭笑不得 启功曾在一首打游诗里 调侃这事 从此书亲尽有 纷纷来介绍天仙地鬼 齐家治国 举世无双女巧匠 这么多候选人 启功会不会挑花了眼呢 不会 因为他一个也没挑 全回绝了 但有些热心人 还是不死心 他只好打着哈哈说 我老了 没基础了 可人家还是不依不饶 说总不能一点基础 也没有了吧 这话问得相当尴尬 但启功面不改色地说道 只有机没有储了 说完 对方终于不说话了 有人可能会说 这些话可不像正经人 说出来的 其实启功也是实在被烦得没办法了 或许因为他一向随和 所以导致别人得寸进尺 步步逼问 启功只好如此应对 那些所谓的热心人并不明白 启功只是言语幽默 并不是耐不住寂寞 所以尽管启功已经把话说死了 但还是有人怀疑启功金屋藏胶 竟然推开启功卧室的门直闯而入 然而他们失望了 那里并没有撬家人 却只有单人床 原来启功已经把当年和宝琛 共眠过的双人床 换成了孤零零的单人床 大家终于明白 对于启功来说 说话可以不正经 做人绝不可以不申请 所以启功一直说 等我死了 要把我和宝琛合葬 我们来世还做夫妻 话虽这样说 可阎王爷却不肯轻易收他 启功有二不怕 一不怕病 二不怕死 有一次启功去医院抽血 抽完以后 他见护士拿着试管晃来晃去 他就问护士为什么晃 护士说 您的血脂太高 不晃的话很快就会凝固的 您以后得少吃肉啊 启功不说话 可是心里终归不乐意 巧的是 他的好朋友赵普初 正好也来抽血化验 启功就和他说了这事 谁知道 赵普初说 我吃了一辈子素 可血脂也是高啊 这下可把启功乐坏了 说 看吧 我就说 和吃肉没什么关系嘛 所以他以后 还是该吃就吃 以至于 有一回病了 医生要给他输液 他急了 输什么液呀 人家还要请我吃羊肉泡馍呢 当然 启功还是会乖乖输液的 但是他依然 藐视病魔 他还专门写过一首 名为病的打油诗 想英雄豪杰 焉能怕死 浑身难受 满口无防 启功真的不怕死吗 其实他也怕的 他害怕死了以后 听不到别人赞美自己的道词 于是 他和几个好友一琢磨 干脆 现在就听 就这样 大家轮流躺下来 听别人 致道词 众人一个个 都躺得老老实实 轮到起功时 他却突然诈尸 蹭地站起来了 大家吓了一跳 忙问他干嘛 他说 你们说得太好了 我太感动了 我要只答谢词 启功不仅担心死后 听不到道词 还担心看不到 自己的穆志明 于是就在66岁那年 自己写好了穆志明 面微圆 提倩后 七已亡 并无后 丧犹心 并照旧 66 非不受 八宝山 见相凑 祭平生 事曰漏 身与名 以其臭 尽管起功做好了 面对死亡的 万全准备 阎王爷 却迟迟不来 他一股作气 活到了93岁 直到90岁 还在发表著作呢 或许 正因为起功 对待死亡 是如此不正经 如此豁达与幽默 就连阎王爷 也无可奈何了 不得不让他三分 细说起来 起功的一生 苦涩多于甜美 墙堡中失去父亲 孤苦穷困 中年恰逢祸乱 壮志难愁 老年时 好容易成名 妻子又突然离他而去 并未留下一儿半女 但我们却很难 在他身上 找到颓废和抱怨 很难看到严肃 和骨板 相反 他总是一副 不正经的样子 越老越不肯 向世俗屈服 越老 越像个赤子 王蒙说过 泪则尽喜 嬉笑之中 仍然可以看到 那庄严赤诚的灵魂 起功 就是这样的灵魂 永远不想正经 永远 庄严赤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